哈喽 晚上好 谢谢乌冬的奶茶 我发现我终于学会怎么涂这个亮晶晶的嘴唇了 前两天涂得跟灾难一样 今天终于会了 等一下我 我找一下我的牙筒 我怎么老是忘记这件事 看一下 嗨 晚上好 你们看我这个嘴唇 今天涂的就是那种亮晶晶的感觉 前两天就是一个猪油 纯猪油但是又不好看 现在的稍微好看很多 哈喽 谢谢单推人的奶茶 你看这样看是不是很好看 哦 嘴唇跟被打破了呀 没有啊就是那种亮晶晶的 可能它这个牌子的那个口红质量一般 你看 有个泵滴吗 有个泵滴吗 让我看看 哇 吸气咸保烟灰缸的泵滴 有没有觉得我很久没直播了的 这样涂一下都涂一下就好了 哪里是像吸血鬼啊 明明就是亮晶晶的那种感觉 我最近迷上了这个亮亮的 多好看 谢谢露西亚的奶茶 是排练了一会儿 然后排练了一会儿 我然后回来把那个我的牛肉切了 拿来炖上了 因为它要炖一个多小时 我今天还没吃饭嘛 我想着我直播结束了之后正好能吃 你们真是不懂欣赏啊 真是不懂欣赏 多好看啊 哇 谢谢威迪的泵滴 谢谢 谢谢威迪的泵滴 就是要这种效果 谢谢威迪的荧光海 非常感谢 然后等等我直播结束 我就能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 你们都太直男审美了 能不能看清楚一点 这个就是非常亮的感觉 因为我是那种嘴唇特别薄 我只有把嘴唇涂亮了之后 能显得我嘴唇稍微厚一点 谢谢不好吃的英镜的巧克力 万能也欣赏不来 欣赏不来还是你是说我今天涂的 没那么好看 还是意思说我今天涂的很丑 能不能把话说清楚 明明就很好看啊 我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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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播这些有没有侄女 评价一下我今天的口红 涂得怎么样 真是 我真的不信你们是湾南 湾南才不会这样 很贵气很有气质 你这个形容把一下子把我 形容老了二十岁 没老二十岁都用 称不上贵气和气贵气这个词 什么 我就不信了 总有人能欣赏我今天的美 比那天强多了 那天才哪个难看 我觉得我好久没直播了 说实话 虽然有几天 我也不知道有几天 什么湾南看什么四八猛南 谁规定的湾南就不能看四八了 湾南就不能喜欢女爱豆了 为什么 小年轻怎么不能贵气的 就是看上去很贵 谢谢你 我觉得你这个 你这个解释就立马让我 就是心里觉得舒服很多了 欣然接受 上一次直播是星期二 今天星期几啊 今天星期 怎么看 嗯 今天星期五 哦也就三天 也就三天 为什么我感觉我好像一个多星期没直播了样子 对上次那个很难看 这次这个就是有一点点反光的感觉 能看 明明就很好看 谁敢说不好看 谁敢说不好看 什么一周不播 我怎么可能一周不播 哇 谢谢瑶仲的荧光海 谢谢你 你不懂吧 这个叫那个叫什么 渐变唇 咬唇装 就是要那种咬唇 就是感觉你咬了一口你的嘴唇 然后有点出血的这种感觉就是深色 里面是深色 荧光海有特效啊 我刚都能看到特效 你们看不到特效吗 那要不你送一个 然后看看能不能看到特效呢 我画了腮红 只是因为我这个直播间 他太那个了 就看不见了 也还行吧 也就只有这一这一片 这叫出血量大啊 我都没有满脸都是血 好了我你们重重点不要再跟我纠结我这个嘴唇 反正我已经画成这样了 我也不会改了 就今天就这样了 你们爱开不开吧 谢谢露西亚的奶茶 真是无语 我没瘦完全没瘦 可以说是真的最近处于一个白烂的状态 就是甚至胖了 因为最近就是不想减肥了 我每天到晚上的时候 我一减肥我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减肥 人为什么要减肥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为什么一定要减肥 为什么一定要委屈自己 我就这么想的 明天有握手 好像是明天吧 谢谢闪光的信仰的夜碟 哇 谢谢你说这个 你我刚说的话难道戳中了你吗 是不是戳中了你 你也觉得人活着没必要减肥 是不是 减肥是为了漏肚子 嗯 虽然我是这么说吧 但其实我还是会减肥的 我嘴上说着我不减肥 我摆烂啊 我要吃吃吃 但其实我撕一下悄悄的减肥啊 惊艳卷死你们 哈哈哈哈 没想到吧闪光的信仰 我跟你讲 你就要像我这样 表面上说 啊别减肥 啊你吃的太少了 你怎么吃这么点 你吃这么点 怎么行啊 你都瘦成猴子了 然后其实私底下 比他吃的还少 然后等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哦你穿着吊带 别人穿着宽松的衣服 你想增肥啊 哦 拜 这种就是不在我的那个范围内啊 增肥的话我觉得很简单啊 对于我来说 米线抢减肥 因为太重打狂犬剂量大 啊哈哈 怎么会这样 对增肥对于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今天好米吗 可能是我今天换了一个唇妆 哎我都要又要回到我的嘴船上下来了 又要回到了 米是什么 就是说今天好美啦 好米好米 今天好米啊 然后大家期待一下吧 我明天要助演一个非常酷的unit 非常酷 就是跟我本人非常契合 然后 就是那个前辈他找我助演的时候 也是觉得我非常适合这首歌 我觉得我很酷 不要想看小看想增肥的人胖起来困难程度 我知道我经常在网上看到就是很多六七十斤的 还有增肥增到九十斤 但怎么样他就增增肥不了 我给谁助演我能说吗 我能说吗 明天你们就知道了吗 对啊是我的前辈 是不是觉得忠心我的前辈不少了 不忠心我的前辈不多了 没有吃饭的欲望那还不挺好的 那他们还想增肥真的是 他都已经说了我说也没事 谁说了你在钓鱼呢 哇谢谢优越的荧光海 谢谢 他钓鱼 这个这个潮鱼他在钓鱼 他想说哎呀他都说了 你们说没事但其实没有人说过 哼我就不告诉你 我不告诉你 好吧我可以跟你们说 我明天其实是助演胡小慧了 哎呀这太简单了 就是嗯 胡小慧要跳一首非常非常酷的歌 非常非常酷啊 我的天哪就是酷炸天的你们爱信不信吧 谢谢KG8HC2614245839的那个呃 荧光海 排除一个什么 我才不聪明呢 是你的这个钓鱼的这个 钓鱼的这个技术太差了 我一天走多少步 我一天可能走一千步 哈哈哈哈 当然我希望我一天能走一万步 主要是我们就在那个 我们就在那个叫什么来着 中心我们能往哪走啊 平时微信运动 我知道呀 我知道啊 部署嘛晚上好 谢谢巧克力 哈喽 越看越好看我这个嘴 戴着手机排练就走多了 也没有用 其实也没有用 你走走多了也走不到哪去 你今天一万三 哇你去爬山了吗 你这是 不得不说 我今天这个装二十分钟画出来的 简直是 简直是突破极限了 直播间看着还行 因为我开了抹皮 现本人 看本人的话 简直是灾难 就是又脏又难看 哇好香啊好香啊 因为我今天炖的牛肉 我本来说不炖牛肉嘛 但是后来排练完之后 我觉得我好饿 我还是想吃炖牛肉 我又把牛肉拿来炖了一下 然后等会就能吃上了 太香 太香了 哇谢谢拜仁民宿基米西的荧光海 谢谢 这荧光海真好看啊 还想再看看 就是什么时候才能拥有真正的荧光海呢 我真想真想再多看看几次 哇 谢谢闲把烟灰钢的荧光海 谢谢 哎呀真的是好感动啊 感动真的感动的我要哭了 谢谢K02的荧光海 哇 你们知道我现在要多开心吗 我仿佛来到了我的演唱会 这个时候就应该开KTV 然后大家刷刷荧光海 谢谢我的逆程 果然有问题的荧光海 谢谢 解封看真的 非常不错 希望到时候能在剧场看到我的荧光海 你今天一万四约会 你去跟谁约会啊 变现冲的开端 哦真的吗 怎么会有人要现冲了 然后还来跟我说的呀 真的是你不是你那个叫什么 你不是要把直播间的其他人给酸死 我谁说我变新的礼物了 我没有我只是真的想多看看几次荧光海 真的想多看看几次荧光海 但你看吧 我以前骗奶茶 我能骗十几杯 我现在骗荧光海就骗到三个 这跟你讲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好吗 真的你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行不行 明天跟我约会 好的咱们明天见 明天咱们来一个就是 甜蜜的视频通话 行吗 行吗朋友们 朋友们 你们排队来排队来跟我 来一次甜蜜的视频通话 我现在就很像酸死的样子 我还好吧我对现冲无感 因为我本身我就觉得我已经很现冲了 我眼睛亮 是因为前面有灯光了 是因为这下面一个灯光 前面两个一共三个灯 然后再加上我的嘴唇也是亮的 所以就感觉我今天整个人就是亮晶晶的 风楼里一天见不到阳光 天呐我已经两个月没见到阳光了 什么我是在第一轮还是第二轮 我忘了好像是一点钟的那个吗 一是不是一点钟的那个 你觉得你不配有女朋友 你家狗做你女朋友 天呐你家的狗 竟然愿意做你女朋友 两点半吗 好的 哇谢谢荣波的荧光海 谢谢 两点半到三点半朋友们 两点半到三点半 那我十一点半我就得起来做头发 好的好的就是我抖音破万就是离不开大家的那个支持 好吗 哎说实话我感觉我太久没直播 已经跟大家生疏了 每天除了咬你就是拿你磨牙或者和你顶嘴 呃也不要这样说了 有的女朋友也不会也不会这么那个 有的女朋友也很温柔的 有没有大家觉得跟我生疏了吗 有吗 大家有没有觉得跟我生疏了 那我真的是会很难过 哇谢谢一盏床边的台灯的荧光海 谢谢谢谢谢谢 一盏床边台灯的荧光海 两个月下来一起自闭 两个月 是有两个月了吧 应该应该有两个月了吧 鸡腿不会和我生疏 谁说的 鸡腿明明就和我生疏了 真的生疏了 真的生疏了 你别不信 感觉我内敛了 确实最近变内向了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人变得非常的内向 其实我一直都很内向的一个人 只是你们不信 因为我的mbti测出来 我是I开头的ISFP 其实我本质是一个内向的人 而且我非常的设恐 非常的自闭 而且加慢热 对我以前真的是 我去年还是E开头 今年就变成了一个I开头 所以就是 我说我是内向你 我说我内向 我说我私底下很稳定 你们真不信 贝淑涵 你不信 我跟你比还是比你内向的 我是ISFP 我嘴看起来有光子 你看终于有一个人懂欣赏了 我今天特意涂的 玻璃唇有 靠近点能看到吗 这是这种 波光零零的感觉 可能 但是我涂的不是非常的好 等我再练练 对 我宠小杯 我还好吧 我也不是非常的宠 一般宠 像上火了 你真是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这你这话说的 你不给我送一个荧光海 我真的是跟你过不去 哇 谢谢进进西书的刘海的荧光海 谢谢你过去了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就是 一句话而已吗 我怎么这么小心眼呢 真是 我太小心眼太小心眼了 还是你比较大度 谢谢 渐渐西书刘海的蹦迪 谢谢你 谢谢你 动起来 动起来 好看的下嘴唇 我就是嘴唇有点太薄了 我喜欢那种 欧美人的那种 非常厚的那种感觉 涂一点点 干了再涂一层 我都是一起涂的 怪不得我老是涂不好 对我就喜欢香肠嘴 我喜欢那个谁的嘴巴 那个 你们认识一个女明星吗 叫星之磊 这不是猪肝色 这是 这是 玫瑰色 大大怪将军是谁 嘴唇太饱满了 会很土 嗯 不会 我喜欢嘴唇非常饱满的感觉 我喜欢非常喜欢 安妮海色尾 天呐我太爱了 她的那个嘴 特别性感 我就是非常喜欢 安吉丽娜朱莉 我就喜欢他们外国人的那种 那种嘟嘟的感觉 但是我不喜欢那种网红款什么 网红微笑唇 网红M唇什么的那种 就不不喜欢 我喜欢上下一边一边一边粗的那种 给嘴唇上了好大保险 天呐 那说明她的嘴唇真的是非常的 对于她来说非常重要 喜欢我的 但我嘴唇真的很薄 尤其是上嘴唇 特别的薄 好饿啊朋友们 我真的好饿 谁懂我饿死了 你一开始看到安妮海色尾愣了一下 在想你妈妈怎么上电视 你妈妈这么漂亮吗 这么漂亮吗 还没炖好呢 不是我沉没沉出来 是还没还正在炖 谢谢熔波的奶茶 因为这个要炖一个半小时 让它慢慢炖着呗 对我没有吃我不吃泡面 我在炖牛肉呢 等牛肉好了之后 然后我就吃牛肉 天呐 天呐太饿了可以说是 还没炖好啊 我直播我直播前我才刚炖上 天呐我肚子开始叫了 要炖一个一个多小时呢 你妈妈看起来像俄罗斯人非常白 你妈妈不会真的就是有那边的血统吧 吃点能吃的垫下 但是没什么能及时的算了 总是撕嘴唇撕得很厚被你妈妈折倒 撕嘴唇还能把嘴唇撕后 是肿了吧 哦 这么早11点20你就要睡了 好吧好吧好吧 没听见 哎我直播你们都能听见 那简直了 那简直是不是有点 饿得过分了 你也好饿 撑下体重瞬间不饿了 不得不说我今天还没穿体重 我等会直播结束我应该去撑个体重 正好我现在还没吃 然后就喝了一瓶水 我应该等会撑个体重看看 都跟前一天差不多 他就是感觉像是卡在一个瓶颈期 他就老是不下去 有人问你是不是混血 你问一下你妈妈呗 说不定你真是真是混血 有几分之几的基因 什么把我说不饿了 没有我饿我还是很饿 就算我在我要减肥吧 但是你也不能不吃啊 对吧 饿的话还是得吃的 如果你不饿 就是一般馋的人 他真的不是 饿 他是馋 所以我只要保证我自己在不饿的时候 不吃就行了 饿的时候还是得吃 嘴裂开了咋整 嘴裂开了就 嗯 嗯 让他自己好 让他自己结痂 别去抠不就行了吧 应该 对还是要吃的 不然的话很难搞 哎 好烦呢好烦呢 烦死了烦死了 我的虎牙和嘴唇能烙一辈子 我最近就没有烙虎牙了呀 因为我 我觉得虎牙也不是很明显 而且我最近笑的也不多 嗯 就这样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今天这个颜色 就是显得我的气色没有那么的好 想我 真的想我吗 真的想我吗 我怎么那么不幸呢 你真的想我吗 什么晚上只吃点速食饺子 啊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速冻饺子 热量非常高啊 你吃饺子 你还不如吃一碗米饭 因为饺子里面有非常多的油 他们速冻的为了好吃 在里面加了很多油的 上嘴唇涂乱 亮晶晶的 真的想我吗 真的吗真的吗 嗨晚上好 同一条件下成都的房 还是重庆的房有价值 说实话我不了解 但是如果让我住的话 我应该会选择住成都 好想吃我牛排 什么叫做好想吃 我我昨天的牛排 昨天牛排真的不好吃 谢谢油标卡尺的那个 嗯 那个奶茶 因为重庆夏天太热了 而且重庆都是山 你就是你回个家 你要上坡下坡的 就是很不方便 打车也不方便 所以我个人觉得成都 会更适合生活一点 当然只是我自己觉得 重庆也很好 我自己也是重庆人 因为我爸爸是重庆的 我是重庆成都混血 把我牛排吃完我就没东西吃了 今天我切了700克的牛肉 700克我能吃多久啊一斤半 我能吃多久啊我也不知道 炖了一斤半的牛肉 成都地铁太多了 对成都现在就是蛮发达的 就去哪都很方便 而且生活什么的也不是很贵 重庆三地城市是真的 是真的真的很很吓人重庆 有时候你去一个房子啊 你说你下到地下二层 你从地下二层出去 然后发现发现 结果是一栋高楼 你出去之后发现是悬崖 就感觉像是个无底洞 谢谢蜜桃夹心香菜的秋天奶茶 谢谢思香心切 小小贝在等 没事儿 我已经叫了他过来吃了 叫了他的 因为我就是怕我一个 我怕不够吃 然后我特意做了700克的牛肉 随便都不应该够吃了吧 应该能吃两顿 你别装别装好吗别装 你要是这么想我的话 你给我送一个夜碟吧 你这么想我 你不送一个夜碟 你好意思说你想我吗 泡饭 确实 重庆真的 我没再说你 谢谢奔三的夜碟 谢谢 谢谢 我没有再说你了 我在说别人 你怎么就自己带入了呢 我先说 这个夜碟可不是我要来的 是你自己送我的 谢谢奔三的夜碟 哈哈哈 重庆就是这样 对啊 对啊 我没再说他他自己送的 那就不是自己送了 不过这侧面表面 他是真的非常的想我 非常的想我 至于不送夜碟的 我就不知道到底想不想了 谢谢不吃香菇的荧光海 谢谢 嘴唇笑绿也开了 其实笑起来好看 笑起来没有那么皱巴巴的 我觉得我需要放点BGM了 好多网易云呢 看一看今天有推荐什么歌 我最近这个作息真的是非常的 非常的阴间 就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阴间过了 天呐我感觉我现在已经饿过头 已经不饿了我想开想开始打嗝了 感觉始终都很阴间 没有不是 我以前是阴间 但没有现在这么阴间 现在老阴间了 这首歌我随机播放的 我看一下啊 叫做Summer Love 考虑调整一下 考虑我决定我今天就要调整 我今天决定我要先吃两颗睡眠片 我先睡了 然后再说 调整一天 我明天就再也不会那个 这么熬夜了 不是胃胀期 应该是饿的 你们知道饿了饿过了饿过劲了之后 饿过劲了之后 他就会开始想打嗝 我明天当然起的来啊 我吃睡眠片 我十一点 现在已经过十一点了 我十二点 我就睡觉 直播结束我就立马躺下睡 对啊 我就立马睡觉 你不信 小贝大贵他都不睡觉 没有啦 我也不睡觉 我们俩其实作息差不多 我们俩作息差不多 主要是最近我们在玩游戏嘛 然后就比较沉迷 我知道玩游戏沉迷不好 所以最近已经就是 每天都在控制自己 不要玩的那么那个 今天谁 卸妆卸妆 我十二点之后 我就立马卸妆 牛肉我都不吃 我就直接睡觉 一天睡十分钟 哇他真的 他还是比我厉害啊 对 玩的是和平精英 对我玩到腻 等我玩到腻吧 而且你知道吗 我昨天真的很生气 我昨天不是和平精英 出了一个新的皮肤吗 就是有点中博风的 那种小僵尸的那种感觉 又有点像太监的那个衣服 就是那种蓝红配色的 然后我就非常想要那个衣服 我就淘宝上找了个代抽 然后我没有充钱 我去淘宝上找了个代抽 然后他跟我说 让我自己充一千六的点券 好我就去充了 花了一百六十块钱 充了一千六的点券 然后我又给他 他说让我给他 发个十块钱红包 我也给他发了十块钱红包 然后他根本就没给我抽到 给我抽了一堆枪 我说我只要衣服我不要枪 然后他说你再充一百一千五的点券 然后我又去充了一百五 然后我又给他发了十块钱的红包 最后他啥也没给我抽完 把我点圈用完了 啥也没给我抽到 抽到了一个帽子 然后我就去他的那个淘宝店铺 结果淘宝店铺全都是在骂他 说这个人是个骗子什么什么什么的 啊我就被这样被骗了 然后我心想 我都已经充了三百多了 我干嘛不继续充完 把这个衣服给抽到呢 最后你们知道我花了多少钱 把那个衣服拿到了吗 我花了六百五十块 然后你我昨天晚上游戏我都没有心情打了 我太伤心了我给我自己买衣服 我都舍不得花六百块 我真的你知道我昨天都要气哭了 我在群里狂骂 我在群里说 我说我真的好生气 我好后悔 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我为什么不理智 然后写了巨多巨多巨多的话 一直说真的差点给我气哭了 对我真的很生气 我自己花衣服超过三百 我都要考虑一下 我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个衣服 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个衣服 这衣服确定我买了会经常穿吗 我竟然买一个虚拟衣服 花了我六百五十块 我现在想到我都很生气 我都很生气 可是我没有未成年 我不是未成年啊 关键是 我怎么退嘛 谢谢我的逆程 果然有问题的秋天来程 对我冲动消费了 我就应该收住手 在我花了三百被骗的时候 我就应该收住手 谢谢你的奶茶 小被是未成年啊 但是也没有办法吧 因为我这个账号是绑定过我的 还人脸识别了 就蛮复杂的 想想算了 吃一千长一智 我就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说是小被花的 用我的账号花的 也很正常 因为他确实也用我的账号花 真的吗 我现在就打电话 苹果客服 已经下班了 我给苹果 苹果客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那这样弄了之后 是不是我自己的号 我就不行了 我自己的号就 他就给我弄成未成年了 我自己干啥也不行了 账号清空 那不行 我之前买的东西也清空吗 不能再登录了 啊哈 岂不是被拉黑了 算了吧 就是 长个记性 长个记性 真的 我这次在 呵呵呵 我在和毕竟为了一套衣服花了钱 屁我在KO飞车花了 买了那么多衣服的钱都多 我真的好难哭 我还可以飞车那么久 我都没有花到六百多块 啊 眼睛看上去像是哭了 没哭没哭没哭 只是那个灯光 灯光的问题 他打到我眼睛里面有很多那个光点 那么多钱建议给你送个皇冠 我刚刚就是飞在飞更 那么多钱 我哪有钱给你送皇冠啊 要是我有钱我真的想给你送 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而且你知道是不知不觉的 就是我每次充都是六十六十 六十八六十八的充 然后我就没觉得有多少钱 是最后算账的时候才发现 天哪我竟然花了六百多了 真的是没有概念 我真的很生气 我这么一个节约的人 我竟然在游戏里面花六百五 买了个虚拟衣服 这真不像我 就是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非常的节约 我一件衣服能穿三年 我一件羽绒服能穿四年 我 穿五年 我真的很没有五年 没那么夸张吧 我也穿五年吗 我算一下 我一九年买的 一九二零二一二四年 但说实话 如果我那个衣服没被猫尿的话 我可以继续穿 我可以穿六年 我可以穿七年 因为还非常的型 非常的好看 一点都不过时 质量非常好 穿上非常暖和 是我穿过最好 性价比最高的羽绒服 你们冲鸡腿也是这样的 那既然都冲了 干嘛不直接花到我身上呢 你想想我是 你都冲了 你要是没冲也就算了 你冲都冲了 你干嘛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花掉 干脆你们一人给我送几个荧光海 然后就是 就是 虽然你花钱已经花不到什么 你已经买不到什么东西 但是你至少能获得一种体验 是不是 谢谢你的奶茶 真的非常感谢 有你的奶茶 我真的是莫大的荣幸 非常感谢 你变了 你们连荧光海都不愿意给我送了 你们变了 谢谢奔三的荧光海 这个又开始 现在又开始崩了 谢谢雪宝也会刚到荧光海 谢谢 真的一个鸡腿都没有 真的假的我不信 十个亿充值鸡腿 那是一百亿 一百亿的鸡腿 我的天哪 你跟我讲下次一定的就没有下次 我还不懂你们这些人 真的是 我剥了多久了呀 下次一定送我夜点 别下次了 别下次了 老是下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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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真的是 你不如喝点酒吧 你看那个人他就是上次喝了酒 然后给我送了好多个夜点 然后今天没喝酒就非常的理智 他可能醒酒的时候 你开始扇自己耳光 为什么这么不清醒 谢谢天草单身 天草单身保新茶的荧光海 什么把你攒的瓶盖卖完就送我十周年 哇 希望等到那天 这咱就说这辈子没有见过十周年长啥样 我就是啊 我今天花完钱之后 我在房间里 我真的生闷气 生了好久 真的非常非常的生气 又气又悔 没喝酒所以不送 好吧好吧 就是9岁好可不要摊杯 我的那个肉竟然还有4分钟就好了 好了4分钟后下播 40下播 什么抓紧多打 我不要 no 就是我今天早上做核酸的时候 我就打开抖音看了一下 然后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他们正在打那个生化危机 虽然我我没看过这个电影 然后我也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但我就看到津津有味 我觉得哇真好看 是有点害怕 但是剧情做的也挺好的 我就是后面看到那个男主角 他牺牲的时候 就是他 真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自己玩就可能我 我如果是我玩的话 我可能玩一会儿就 啊什么破友写这么难不玩了 有空去看的生化危机电影 我一部都没看过 就是外国外电影看的非常少 上次花了1000多去上海 没见到喜欢的偶像 那也太惨了吧 确实但这也没办法 没事 但是如果你考虑考虑喜欢我的话 你下次来上海我一定让你见到我 电影下饭是不是非常的 对一森最后是死了的 嗯 我要给你剧透吗 他那个游戏里面讲的就是 他其实早就已经死了 他早就被那个霉菌给感染了 只不过他的意志让他坚持了下来 就是虽然说他的身体被感染 但是他的就是脑子没有被感染 所以他最后就到他女儿的时候 就差不多就已经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了 六月如果解封了就送皇冠 希望六月可以解放 希望六月可以解放 不得不说我可能真的有一个月没见到皇冠了 八二大游戏大叔 是抖音上的主播吗 我今天看的是他给我推荐的叫什么老曹 老曹玩游戏 T定毒我也不知道什么T定毒 T定毒 这名字真的是 B站啊 不错不错 他什么时候开始直播啊 六月剧场开了就送两个 好的好的希望六月剧场能开 现在开始祈祷 真的非常希望六月剧场 一定要开一定要开 为了我这两个皇冠 所以用B站看那边比较多吗 其实我不是非常特意的想看 是正好抖音刷到了就在看 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看看 六月挺难的不如现在送 我觉得你 我觉得这个人说的很对啊 说的很中肯就是六月不一定能开 但是总有要开的一天 剧场总会开 你不如先送啊 就是 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吧 但是剧场总有开的那一天 对不对 你不如现在先送上 到时候你就不用送了呀 就是一个EPIC号游戏全靠 你是来打广告的吗 七月初就高考了 高考已经推到七月初了吗 北京的剧场希望会大一点 北京北京我看他们说 又他们也开始 你就是开始那个隔离了 就像BJ 嗨你你这个点睡醒的 是不是蛮神奇的这个点 我也希望五月能解封啊 我天呐求求了啊 能不能快点解封 真的是 上海高考延迟到七月 哦 只有上海 那感觉还蛮不错的 有些人在家隔离疯狂学习的 如果是当时是我 如果是我高考的时候 然后告诉我说 哎延迟延迟一段时间在高考 天呐我开心死了 又多了一个月 说不定我就能上一本了 想多了 哈哈哈哈 那看来真是你们 太过于自信了好不好 你们你们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了 是不是平常我直播间 表现出来这种傻样 能让你们觉得我真的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差的人 脑子不好使的人 延迟给我出更难的诀 那也没有关系啊 其实对于我来说 非常难和中的难都差不多 反正我也不会做 我只能做稍微难一点的正常题 对我来说没区别啊 他加难又怎么样 我还不是 我至少能保证我在 我会的题里面能 对几道 对于我来说真的 真的挺好的 我愿意延迟 你们说难道不是吗 他加难我也做不来 他不加难我也做不来 他不加难我也做不来 我不如多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在我会的 提的那些基础上 拿更多的分 别人一样可以多练一个人 那也没有关系啊 那又怎么样 反正带着都是一起高考 做好自己不就行了 谁知道呢 我知道当时就是因为没有过延迟 所以我没有上清华 就那会没疫情嘛 没办法 我还有几年高考 不得不说 就是咱明天就高考了 明天就考了 就是我的目标是上清华了 先上清华吧 然后研究生的话 我看一看要不要去 斯坦福啊 然后去 看着才出中 对啊 对啊 清华真是啊 清华真的是 一点颜色都没有 清华真是没眼光啊 苏黎市联邦理工大学 潘舟丹 谢谢荧光吧 我不去清华是因为我不想去吗 当然是因为我不想去啊 清华在我这看来就一般吧 我的目标啊 我觉得 我的目标应该放更长 远远一点 对我就直接不上那种清华 我直接去 搞学术研究 什么时候留学耶鲁大学啊 暂时还没这个打算 你要等我高考完再抽吧 真的是 现在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 朋友们 小学的时候以为清北语言是这样的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觉得清华北大 多简单呀 太简单了吧 因为我小时候100分的题 我都搞 就是 所有的题目都是100分 我都能拿双百分 然后那些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觉得高考考那么多门才七百五十分 那这不是太简单了吗 我随便都能考七百三十分 哈哈哈哈 就我小学的时候是这么觉得的 去复旦可以留在上海跳舞 天呐我要是真的能考上清华了 公司岂不是要求着留着我 跟你玩的很好 同学记录北大的 他是看你好看和你交朋友 嗯 我知道之前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北京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粉丝都是清北的 真的没跟你夸张 北京非常多粉丝清北 我知道百姓语就有一个女犯是清华大学的 当时来握手会 然后百姓语问她在哪上学 她说在清华 然后我坐在百姓语旁边我都惊呆了 确实 感觉在北京上学的大学生的学历都都不差 想想什么时候能收到皇冠吧 比较靠谱 啊哈 我当然希望我一会就能收到皇冠 但是我也只是希望 为什么能 因为我觉得大家就是不太愿意跟我送皇冠 因为大家觉得 给留线送礼物需要性价比 他们更愿意看我 整活的时候 或者是我锐评的时候 哦 谢谢北京上触摸的皇冠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的皇冠 我刚开始说 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性价比 觉得我啥也没干 给我送皇冠很亏 谢谢北京上触摸的皇冠 那天我还在说我说我说大家都是留线 留线粉丝的极其追求性价比 谢谢谢谢你就是你就是比较清新脱俗的一个 你只是希望看到我开心 谢谢北京上触摸的皇冠 谢谢北京上触摸的皇冠 我真的很开心 我很感动 很感谢能够有你这么一个粉丝 哇 谢谢熔波的夜碟 谢谢你 谁懂我现在有多多 我笨 谢谢 谢谢 熔波 你不懂我现在心情有多复杂 我一边悔恨 我一边懊恼 我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自己的粉丝 他们明明没有这个意思 他们明明就是想让我开心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我的粉丝 我说他们追求性价比 我这不是人啊 我不是人 我不是一个好好讲 保护与之夜 你看这个人 你出去吧 我的直播间好像不是很欢迎你了 你出去吧 你现在就点一双角 赶紧走 别让我赶你 谢谢蜜桃夹心香菜 虽然你送我一叶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出去了 谢谢你的夜碟 别想用夜碟来那个叫什么 来挽回我 你挽回不了我的心了 真是 他就是最 就是非常的那个 打我的名字打成香宝 行 非常好 这就是极其点心的 爬场案例 就是直接输入法都给 输入法的更改 你说他平常打香宝 打了多少字 天天给奏箱发翻牌 啊香宝 香宝 房间里面 香宝 香宝 对啊 就香啊 你看他的名字 就是非常的明显 我冲个电 哦 地上好多小贝拿来的薯片 拿了好多薯片来 什么 健贤夫妻 哈哈哈哈 我坐一架上 哦 看得这么清楚 都没感觉啊 我就是完全没有 弯豆公主的 就当不了弯豆公主 一直坐在一架上 都没感觉 随便 他改不改 就今天头发怎么越来越乱 就他改不改 后缀都无所谓了 明天握手给我磕头 真的吗 你说真的吗 握手要给我磕头 好哦 你一定要磕头哦 明天握手 我看不到你磕头 你怎么说 这首歌吗 叫 BD 这个怎么读啊 我不会读 搜一下 防弹的 懂了吗 这首歌名字 对对对对对 参与握手的时候连麦 握手怎么连麦啊 握手怎么连麦啊 握手没有连 没有连麦这功能 你想要看 我 你让他自己拍一个吧 你拍一个 你磕个头 然后你拿你的另一个设备 能不能拍一个 磕头的样子 然后发到超话 发到我的超话 行吗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真的 你明天你不磕头 你真的 在我心里 永远都过不了这个关 朋友们 明天我有握手 记得来 当然你们不来也行 我心里是希望你们能来的 我当然希望你们能来 你们不来也没有关系 我顶多就是伤心一下子好了 我顶多就是伤心一阵 一段时间 我就觉得 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没有什么人是不会走散的 所有人都是会渐行渐远 我顶多就是会这么想一想 但其实 对我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影响 毕竟我还是要 人还是会变老的 人还是要往前走 我是中系毕业的 我不是 我当然不是中系毕业的 我的天哪 你看我演技这么差 我能像是中系毕业的吗 他要考研 我真不相信他要考研 一有关键时刻就考研 你就是典型 就是那种一做家务 你就去上厕所 一让你干写作业 你就你就说 我拉肚子 一上体育课 你就是那个头痛的那种人 一考试就发烧 拿出你的那个整考证 发我微博私信 让我看看 让我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真考研 如果你真考研的话 那我就放过你 放你一马 并且给你道歉 如果你没有是没真考研的话 你并且明天必须来握手会 并且给我道歉 谢谢蓝色双鱼的蹦迪 谢谢你 谢谢你 怎么样 怎么样 我发一下 我又不考研 我给你发什么 我给你发官博的 流行参加握手会的证据 我明天确实要参加握手会 你今天点的深处 明天能收到吗 不知道 我等会去看看我这边有没有提醒吧 如果你点的日期的话 应该是有的 明年考研不是还早吗 你看又骗我 这个人真的是 他们就觉得流行好骗 流行长的就是一副纯样 流行长的就是非常容易被骗 就是那种 那种生活中那种纯女人的长相 就是想骗我 没门 你确实 那你跟他一起出去 行不行 你出去 我现在把你踢出去 好吧 真踢了 我已经踢了 应该能收到吧 谢谢威迪的夜碟 我都踢你出去了 你还送我夜碟 真是 你这让我怎么办 让我很难做 到底是原谅你还是不原谅你呢 考虑一下 谢谢你的夜碟 只能我骗鸡腿 我 我骗鸡腿 我骗 你问问刚刚那个人 他的夜碟 是我骗的 难道不是他自己愿意送了吗 为了寻求我的原谅 难道不是吗 这叫骗 我天哪 我太伤心了 你赶紧离开吧 我的直播间 你配不上你了 对 天哪 你真的应该去一些 文人雅士的直播间 像我这种就是比较 低俗的直播 已经不适合你了 我每天都是骗 对不起 虽然我觉得我 我确实 你看人家都说了 心甘情愿的 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在骗的 我今天肚子 说实话好多了 好多了 但我没有 因为我今天还没吃饭 所以感觉有点点 想打格 对 他不送夜的心里难受 我为什么要 就是盛情难却 为什么要拒绝呢 而且他都没经过我同意 他说 咸宝 我能不能送你一个夜碟 我会说 我不要你的夜碟 但是他没问我 直接送过来的 我能怎么办呢 我又不能给他退回去 只能收下了呀 都不是我收下 是他直接就记录 记录过来了 下次你们送礼物的时候 能不能先问一下我 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能不能送我一个夜碟 能 你当然能送 你不送怎么说 我希望大家以后送礼物的事 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我也不是所有礼物都想收的 可以送我一杯奶茶 当然能送 对我今天 但没事我做核酸的事 我吃了一根油条 谢谢蓝色双鱼的奶茶 你看你又不问我 你又不问我 我说了我要送 收你的奶茶吗 你为什么不征求我的意见 我为什么不同意 我真的生气了 我真的生气了 油条啦油条 是食堂叔叔今天 做的早餐是油条 你们以后送礼物的时候 能不能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真不是所有礼物都想收 当然 你的礼物我想收 你送 你送我奶茶 我愿意啊 愿意 做核酸吃了个油条 然后就没吃了 没吃 到现在没吃呢 对我很高冷的 什么 你的礼物是不是看都不想看 那你问一下 我想不想收呀 如果我想看的话 我自然会说 我想 我可以送我 如果我不想收的话 我自然会说 你别送我 我不愿意 你可以问啊 你不是你没你没手吗 你不会打字吗 你可以送奶茶呀 我觉得我今天好凶啊 有没有人觉得我今天很凶的 有没有人觉得我今天很凶 你别戏别那么多 你真的是我都跟你说了 可以送了 你还问还问还问 想看荧光海 想看 想看 我哪儿 是有点凶 但是 谢谢蓝色双鱼的荧光海 谢谢 我只是想要反驳一下 有人说有人说 有人说我骗鸡腿 谢谢奔赛 你怎么不问我 谢谢你的荧光海 谢谢 虽然说你没问我 但是你问我 我也会回答肯定 我也会肯定回答 可以送我蹦迪啊 你可以啊 谢谢蜜桃 甲心香菜的奶茶 真是 我只是不想让人说我骗鸡腿 所以我要征求一下 你们需要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谢谢一杯酒 有一个大宝贝儿子 的蹦迪 谢谢 因为我 我知道 如果我问你们 你们可以送我什么什么什么吗 你们不一定会送我 但是你们问我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 我问你们就是在骗 你们问我总不是骗了吧 谁还敢说我流行骗鸡腿 谁知道我能 你送荧光棒 你为什么不问我 你为什么不问我 你为什么不问贤宝 能不能送你一个荧光棒 为什么 等会我又被别人说我骗荧光棒 拿什么赔我 可以 你能送我荧光海 可以 能不能给我画个笔 什么笔 你不送 没关系 毕竟我也没有抱起期待 没事 爱送不送 不送就算了 能不能什么都不送 可以 你可以什么都不送 可以 你当然可以 我也不会骗你的鸡腿 我也不会问你要 送不送是你的自由吗 我能送你一个荧光海吗 不行 谢谢荧波奶茶 你不是说不送吗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送吗 你怎么又要送奶茶了 为什么 而且你这杯奶茶也没有经过我的意见 我谢谢你 谢谢卢卡娃的夜碟 可是我很感谢你的夜碟 我非常的开心 很开心 很开心 但是你能不能问一问我 你能不能说 刘昕 我能不能送你个夜碟 你再送 等会别人有路人进来了 说刘昕 你天天又在骗夜碟 又在骗夜碟 我怎么办 拿什么陪我 谢谢卢卡娃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补一句 你说刘昕 我能不能送你个夜碟 你补一句 然后咱们这 这个这局还能过哈 好吧 你补一句就行了 我不 我怎么不跟你送过手券啊 能不能送给你个夜碟 可以啊 不 我跟你讲 我也是读书人 虽然已经很久没读书了 但是老是被人说 我说我骗 好的 可以可以 可以 卢卡娃 你可以给我送夜碟 好的 什么 因为粉丝送夜碟 我天哪 你们送夜碟 我都气死了 你们送我皇冠 或者是权杖 我岂不是要气晕过去 直接晕在直播间 怎么办啊 谢谢你的荧光棒哦 天哪 我真的不想晕啊 怎么办 真的直接晕到砸手机 谢谢野生洋洋洋歌迷 正经人版的蹦迪 你有事吗 你没事吧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能不能问问我 你再送 你就不能问一句吗 上来就送个蹦迪 你什么意思 第一次来啊 没事 你像刚刚那个人 补一 你像刚刚那个卢卡娃伊 你说一句 你说刘贤 我能不能送你一个蹦迪 我吹胸顿足 我好生气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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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经过同意送我皇冠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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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砸平板了 我真的 我真的生气 我真的非常的生气 我生气 我气死了 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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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好生气啊 你知道我有多生气吗 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 我奔三了 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 你是不是故意气我的 你就是为了让我被别人骂 说我骗皇冠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非常的生气 有没有人懂我的 没有啦 我就是 其实就是送了三个牛排给杨姐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经常送她了 对 因为我在发火 我在生气 因为有人 不经过我的同意 他就给我送了一个皇冠 我很生气 我真的要被气死了 而且他故意的 他明知道 那个 那就是不问 谢谢贤保 你为什么也不问我 我知道了 现在粉丝 你们都是故意的 你故意要气死我 你们故意要气死我 你们气我 你们天天就气我 这个贤保 烟灰缸了 顶着我的头像 天天气我 你到底是不是我粉丝 真的很生气 你知道吗 因为老是有人说我骗鸡腿 我就说那我不骗了 你们送我礼物 都说能不能问我一下 这样我就不是骗了呀 是你们自己要送的 征求我的同意而已 结果 他们就故意 你说要是有路人进来了 看到别人给我送礼物 什么皇冠 夜叠 全照 全都给我送 我怎么解释啊 我怎么解释啊 我真的要扣上鸡腿骗子 这个名号一辈子了 偶像生涯 就这样了 朋友们 咱能不能洗白了 能不能洗白了 什么 什么 刚没有存是什么 你在说啥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话 一个朋友他生气的时候笑绷不住了 你想想你朋友是不是有微笑唇 比如说像我就是有微笑唇 就我不笑的时候也是 我生气的时候也是微笑的表情的 我真的很生气 我真的非常生气 我好生气 好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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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今天 特意涂得亮晶晶的嘴唇 谢谢番茄鱼的鱼儿 你为什么 你没关系不问我 为什么 我刚刚说了那么多遍 你想用一个玫瑰花把我气的 我跟你讲 一朵玫瑰花还够不成诈骗 别人看到也会说 哎呀 玫瑰花都骗 刘仙不至于吧 所以我原谅你了 你要是再送大一点 你但凡再送大一点 你但凡送我一个荧光海 我就真的会生气 我没有笑唇 我不会笑唇 我怎么可能 我是会气数 我哪诈骗了 我没有诈骗好吗 真没有诈骗 我跟你讲 如果现在 现在有人送我一个夜碟 然后我就凑整了 然后我真的会气炸 我气到今天晚上睡不着觉 我明天我握手会 我到旷工 我到旷工 真的 真的 我真的是不想生气 能不能别惹我生气了 朋友们 我天哪 真的是 真是一群不懂事的坏人 真是坏人 真的是 这辈子 这辈子没有见到会这么坏的人 我真的会气到旷工哦 我真的会 但是我怎么可能旷工呢 我再生气 我就算是 我就算是拿着养气面罩 我都会继续工作的 人家 你别把我气死了 我真的会被气死的 我真的 就气出气管炎 老鼠不上网 什么意思啊 这什么冷笑话吗 老死不上网来 老鼠不上网来 我还约是什么冷笑话 才成语的那种 好了 朋友们 就是12点 再播三分钟吧 三分钟下播 12点08下播 主要是因为我太饿了 朋友们 好吧好吧 还是谢谢今天大家送我的礼物哦 你知道吗 我刚刚 在我没说话的几秒钟之间 我想透了一个问题 想透了一件事情的本质 因为我知道我跟你们气 没有用 你们送我礼物 这是你们的心意 你们爱我 你们喜欢我 所以给我送礼物 我被骂几句 又能怎样呢 我任意为你们承受这个骂名 没办法 谁叫你们是我的粉丝呢 就在刚刚那几秒 我彻底想通了 我觉得我格局应该大一点 谢谢 谢谢 谢谢K林儿的蹦迪 谢谢你 真的非常感谢 就算你没有问我 我也 欣然 收下你的这个蹦迪 谁说我自作多情了 意思就是你不是这么想的呗 你想 看我被骂呗 谢谢 偶像和粉丝之间就像是 就像是妈妈和宝贝 中间连着一根旗带 我是妈妈 你们是我的宝贝 谢谢我奔赛的荧光 谢谢荣博的荧光棒 算你们都是我的宝宝 你们都是我的宝宝 哎哎哎我的乖儿子们 我乖儿子们 就算就是意思就是期待就算剪开了 但是我们母子同心 好的好的 有就是 有机会静孝的时候 抓紧时间静孝 谢谢谢谢儿子 谢谢儿子给我送奶茶 我喂你 我喂你什么 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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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工作了 工作去了 他忙的 我们之间有 有爱称啊 我叫你儿子 但是我多希望我妈 以后叫我能叫我一生女儿 谢堂吉的荧光海 我还下播了朋友们 就是妈妈要休息了 妈妈很饿 妈妈没吃饭 妈妈真的要饿死了 我下播了 什么 什么叫 什么 为什么他就没有爸爸 什么意思 爸爸变成夜叠飞走 对爸爸变成夜叠飞走 只要一个夜叠 即能召唤爸爸 但是我觉得 没有妈妈就够了 今天 不得不说 我就差八百个鸡腿 我就凑整了耶 凑个小整 我就差八百个鸡腿 哎呦 有没有人能 就是 谢蓝色双鱼的生日礼物 有没有人能 给妈妈 八百 八百个鸡腿啊 谢堂吉的秋天奶茶 我就只要几个荧光海 就行了 或者是笨迪 哇 谢谢露西亚的笨迪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我的好儿子 哎呦 现在就只差 五百五十 只差五百五十个鸡腿 我就凑整了 嗯 今天不会凑 凑不了整了吧 该不会今天 凑不了整了吧 谢谢露西亚的奶茶 哦 谢谢果立成的成的笨迪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哦 谢谢我的逆程 果然有问题的荧光海 谢谢 哇 我只差两百 就差两百 哎呦 我今晚PUA粉丝 把话给我说清楚 PUA你们 太看得起我了 你们太看得起我了 谢谢闪光信仰的四十个荧光棒 哦 够了呦 够了呦 哇 谢谢一盏床边台灯的荧光海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们的荧光棒和荧光海 谢谢蜜桃夹心香菜奶茶 好了 妈妈要下播了 我下播了 我的乖宝贝们 然后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哦 你们家的妈妈妈妈妈在睡觉呢 妈妈在睡觉呢 拜拜 下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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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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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晚安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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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三二一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